外交无小事 但巴西总统卢拉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 他这次备受瞩目的中国之行 第一站是上海 他仍是没带领带 穿着球鞋就下了飞机 但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看图片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亲自到机场迎接 飞了20多小时的卢拉 精神还不错 搂着现花的中国小孩子合影留念 在上海 他去了哪里 很有意思的几个地方 其中两个 第一个意料之中 第二个略有点惊喜 第一个地方就是新开发银行总部 卢拉去参加罗塞夫行长的就职典礼 作为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 总部就设在了上海 而罗塞夫是巴西的前总统 3月27日就抵达上海 看视频 两人热情拥抱 卢拉还拉着罗塞夫的手 亲热的拍了两下 罗塞夫曾是卢拉的手下 继卢拉之后出任总统 一个巴西的前总统 一个巴西的县总统 也曾是前总统 就这样相逢在中国的上海 又是在这样的场合 不由不让人对巴西刮目相看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 是卢拉的直言不讳 在上海 卢拉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国家都必须以美元结算 为什么不能是人民币或者其他货币 一连串问句还没说完 台下已经沸腾 掌声久久不息 卢拉继续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到底是谁决定的 为什么 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 为什么不是人民币作为全世界兑换的货币 为什么不是其他货币 为什么中央银行一定要去买美元 为什么我们金砖银行不能用自己的货币 来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 大家都知道的一条新闻 就在不久前 巴西官方宣布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 可以用本币而非美元进行双边贸易交易 卢拉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 最有的就是耐心 中国人一定懂耐心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大家长久以来习惯了使用美元 但我想21世纪了 我们可以做一点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这么直言不讳 掌声 笑声 果然 卢拉就是卢拉 第二个地方 华为上海研究所 看现场照片 卢拉得到华为高层的热情欢迎 卢拉拍着华为高管的肩膀 很放松很开心 但在美国对华为全力绞杀的当下 这显然非同寻常 美国彭博社就宣称 由于美国一再声称 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卢拉参观华为研究所的举动 可能会激怒美国 参观一个中国企业 就会激怒美国 巴西很不以为然 巴西外长维埃拉此前就说 巴西希望与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关系 访问华为不应被视为挑衅 既然总统访问其他国家 他就会访问这个国家的公司 维埃拉表示 卢拉收到了华为的邀请 而华为在巴西运营已有20多年 他指出 卢拉参观华为也是发出了一个信息 即巴西不会在美国与这家中国科技公司的斗争中站队 明知美国有想法 但就是不理会 静止前往 不得不说 卢拉就是卢拉 坦率地说 在拉美的众多领导人中 我对卢拉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好 他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出身贫困家庭 小小年纪就在大街上给人擦鞋 14岁就进入工厂打工 19岁在一次事故后 他失去了左手的小指 25岁因家庭拮据 目睹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撒手人寰 他不得不愤怒 由此成长为一位工人领袖 卸任巴西总统后 一度又被投进监狱 去年再次当选巴西总统后 在一次公开场合 卢拉谈到当下最紧迫的问题 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如果在2026年任期结束时 每个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 午餐和晚餐 我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说到这里 他突然哽咽 他不得不停下讲话 用手抹去眼眶中的泪水 情绪一度相当激动 一个真性情有传奇色彩的总统 身体恢复后 立刻来到了中国 这将是中巴关系史上 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渴望开创中巴关系新的黄金年代 比如上面提到的脱贫 很简单 在过去几年 最成功地实现了脱贫的国家是哪个 中国没有之一 虽然这两年的疫情 肯定又构成了新的严峻挑战 但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自2012年以来 平均每年一千多万中国人脱贫 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 环顾这个世界这样的奇迹 此前还没有发生过 记得今年7月印尼总统佐科到访中国 他有一句话就这样说 印尼钦佩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 我之前就说过 中国脱贫是一项千古德政 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 所以 佐科一到中国就当面表示 要借鉴成功经验 具体到巴西 巴西有巴西的国情 但我总觉得 中巴加强治国理政的交流与合作 肯定不是一件坏事 巴西的问题 巴西的教训 也值得中国和世界认真汲取 当然 脱贫 经贸合作都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就是在国际事务上的配合 这个世界很不太平 中国 巴西 印度等新兴大国也在崛起 所以我们看到金砖国家影响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金砖体系 新开放银行 以及亚投行 更是新兴国家的重大金融创新 着实让世界眼前一亮 对于美元的霸凌 巴西等拉美国家更有切身体会 别忘了 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 曾这样自得地说过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麻烦 美元就是一把韭菜刀 所以卢拉在上海大声疾呼 为什么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 至于美国对华为的绞杀和妖魔化 卢拉也看在眼里 公道在哪里 正义在哪里 所以管你美国怎么看 卢拉静止就去了华为研究所 全世界敢这样的领导人还真是不多 确实世界已不是以前的世界了 现在是21世纪 因为经济的发展 新兴国家已今非昔比 确实可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看 发展还是硬道理 还是要拼经济啊 要继续改革开放 要高质量发展 强大而有韧性的中国经济 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哭泣的总统加油 中国欢迎你卢拉 巴西总统卢拉 4月14日中午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